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我们六位国际八周年领袖欢庆欢回 我给自己鼓声一个掌声 我发现到曾经有人问过我 问过我为什么要做直销 直销是一个这么负面的行业 甚至很多政府机构 比如说税务局啊 国家银行 银行 甚至我们一些对外的一些合作的人 比如说我们的律师 我们的会计师 我们的审计师 他们都把直销公司当作高风险公司 甚至我们在做每一个人 我相信在外面加入直销之前 从来也没有想过 自己有一天会是做直销的 对不对 包括我在内 他们为什么一直坚持到今天 而一直非常非常认真 非常非常努力 都做了整20年 其实今天我不打算回答这个答案 你们自己看一看 我只知道一样事情 没有东西是容易的 你要在直销成功不容易 你要在外面成功也不容易 不过我很清楚的知道 要在直销成功 我们必须要很强 看一看 我们的确很强 因为我知道 现在在市场上 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做到 也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去做 我知道 我一直相信一句话 天底下没有 不劳而不破的事情 天底下 也没有劳而不破的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要付出足够的代价 我从开始 第一天 我就告诉我自己本身 我们到最终最后 当我们成功了过后 我们必须要能够共享福 能够共换那很简单 能够共享福才是最难的 所以从一开始我身上有五百块 我贡献五百块 当我有五万块 我贡献五万块 当我有五千万的时候 我照样贡献五千万 都知道说今天要搞一个这样的会议 那个数目肯定是不小的 所以没有人愿意去做 我们甚至最近还包了飞机 是不是 不知道老天爷要作弄我们 还是很贪我们 那么昨天 当我们的飞机要起飞的时候 从台湾 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航空公司的空服务人员 拔工 所以当时我记得我在 那时我们在我们的游艇上 半夜三点多 我跟几个飞马领队在聊天 就听到这个消息 马上就必须要到我最近写的歌的歌 里面的话 我就是飞啊 我就是飞啊 结果整个航空公司昨天 昨天一整天 也只有三辆飞机飞 一辆机冲冲的飞机 两辆机冲冲的飞机 我要趁这个机会来感恩 来感谢那些幕后才非常非常努力呢 这些人他们就是非要上飞机 我们台湾的一些经历 我们台湾的一些经历 真的 没有他们 有可能 今天就好像少了好大 好多好多好多的东西 所以再一次的 我很中心的 欢迎台湾的伙伴来参加 都知道要包飞机 他不是这样嘴巴 这样随便讲 他会是唯一三辆的去中两辆 肯定那个代价是不小的 那么必须要有包过飞机的经验 才能够知道 一般我们买完整辆飞机的机票 和包飞机 它的差别是五倍 我们包了两辆A33类 各位这就是VV肯付出的代价 这就是我们肯付出的东西 我昨天跟一个飞帮领队讲 一场会议几万块就能搞定了吧 我们哪里需要几百万 对不对 今天这场会议都几百万 感觉真的太好 能够讲这样的好 感觉很好 一开始我就相信 才去人才散 当才散子 人才就会去 今天的人数 今天都是领导人 都是自己人 有这么多的人才在这里 有这么多的人才在这里 能够验证 我以为的的确权 是一家很肯付出 很肯付出一家公司 我希望大家很珍惜一下 我很珍惜一下 我很珍惜一下 当然 今天我有很多机会上台 我还有一个秘密只要台 所以在这里 我再一次的欢迎你们 尤其是 国外的朋友 千里一条小的来到新加坡 要是有什么放在不中的地方 请多多见谅 因为 这样的情况 是不容易发生的 要找 两千张桌子 要找两万张移椅 要找两万张筷子 要找两万张筷子 要找两万个碗 的确不简单 我希望大家真正的去享受 今天晚上的晚宴 在这里我宣布 你为国际 八周年 无极限飞煌时光 领袖 欢庆晚宴 现在 正式开始 谢谢 谢谢 谢谢